我毕业的那一年1985年 新加坡是recession 很难找工作 那么我就先教补习 不过一看到有工地 我就会下巴士 因为工地有它的那个 那个sign board 会抄它的consultant是谁 contractor是谁 然后写信进去 问他们有没有空位 我很幸运的 我是其中一个最早找到工作的 我记得大概二三月 我们考完试 我五月就开始上班了 因为当时候假如你要等他登报 哇不得了 你去应征的时候 几乎全班的同学都在那边应征 所以我自己找工作室 看到工地就写 看到工地就写 这个是谁教你的 自己 这个我第一次想到这种 打工找工作 这个很厉害